根號是相反的運算嘛 你有小星星平方 我有小星星平方 把它提出來嘛 對不對 是不是變小星星的絕對值 然後這裡會變成根號的 來 A平方分之1加B平方分之1 我們做通分 叫做A平方乘B平方分之什麼東西 A平方再怎麼樣 加B平方 這樣寫會不會太快 同意你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A平方分之1加B平方分之1 我們通分 它會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之後 我證完了 來 你看 這裡有一個小星星的絕對值 這裡有幾個小星星的絕對值 這裡有兩個 所以我們約掉一個 然後讀學你在看喔 這裡有個A乘B的絕對值 這裡有A平方乘B平方 這個開根號出來 是不是也叫A乘B的絕對值 所以這個跟這個怎麼樣 約掉 約掉以後 同學神奇的事情就出現喔 來 我們把這個東西 最後的長相寫出來 它叫做更號的什麼東西 A平方 加什麼 B平方 好 然後上面有一個絕對值 本來絕對值裡面是白小星星對不對 我現在把它還原 請問你小星星到底是誰 小星星就是這個東西啊 AS0加BY0加C 所以來 AS0加BY0加C 好 請問你 你看到什麼東西 你看到昨天的公式 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從頭到尾就是這樣 是 那邊可以講一次嗎 是 怎麼樣 那邊可以再講一次嗎 好 等我一下 我先幫你把它封起來 哪一個地方再講一次 那個星星提出來的地方 你說這個地方嗎 怎麼提出來嗎 這個地方 來 我 看一下 來 我把這裡 稍微這一塊插掉 我把它寫得清楚一點 這一個 這一個 是不是可以寫成更號 然後 你要有小星星平方 我有小星星平方 所以它可以寫成小星星平方 然後再乘上什麼東西 再乘上 A平方分之1 再加上什麼 B平方分之1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這樣 對吧 然後 你看嘛 這一個東西 對 可以拿到更號外面來嘛 平方跟更號是不是會可以抵消 但是因為平方在更號裡面 出來要加什麼 要加絕對值 它就會變這樣 對不對 然後你把這個東西 A平方分之1加B平方分之1去整理 就會變成這樣 這個很難喔 所以你不要想說 老師這樣講好像很簡單 如果你 聽我講課 你覺得這個很簡單 那你不是一般的學生 一般的學生 在看我寫這個東西 是會感受到痛苦的 你知道 有些會覺得你可以寫三小 那怎麼變成下面 哪裡 這裡嗎 下面 你說 A平方分之1加B平方分之1 為什麼變成它 來 你們國中買這個東西 這個叫通分 這個就是左邊這裡上下同層是誰 B平方 所以它就會寫成A平方B平方分之B平方 然後再加上 右邊這裡上下同層的A平方 A平方B平方 A平方 就這樣 這一個加我 整理之後 是不是就是通分嘛 那通分之後 是不是最後就變這樣 對不對 我每個步驟都跟你講清楚 這一格就會變成它 這樣可以嗎 你每個步驟都把它想清楚 不是這樣 懂不懂 有一點難啊 有一點難啊 怎麼可能一次就懂啊 這太荒唐了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我們很神奇的喔 點刀直線的距離公式 高1的版本 我們把它證明出來 那它不是有兩個A平方B平方 哪裡 你說這個加這個分五要寫兩倍啊 沒有吧 對不對 這分五是一樣的啊 對吧 然後相加就變成它 OK 好 那我們這公司證完囉 我們半堂課就過去了 對不對 不過很值得 這個公司一定要亂過一遍 雖然考試一般來講 我們學校沒有那麼狠 去考這個東西 但是同學這個訓練很重要 相信我 如果我們什麼東西都用考試來做決定 說啊考試不考 所以我不教 那你永遠都學不好 你聽懂那個感覺嗎 如果我們什麼東西都用考試來做決定的話 那有些東西你完全沒辦法提升 我們現在有請你翻到一樣課本 是101頁的地方 你一樣停在101頁 page 101 我們接下來要講另外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是我們後半堂課要講的主題 不過在講這個主題之前 我想要先來談一個觀念 同學你小時候有聽過平行線嗎 有嗎 來寫上去 沒有 今天人比較少 再來問同學 有沒有人知道什麼叫平行線 我來問周玉文 什麼叫平行線 你知道嗎 不會有焦點 很好 然後來你這邊仔細聽我說 剛才有同學講說 所謂的平行線就是這兩條線的什麼東西會一樣 斜率會一樣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講 斜率會一樣是指在平面上的兩直線 空間中 你看我們現在所生活這叫三度空間 這兩條線這個叫平行線 請問你三度空間裡面的直線有沒有斜率 他沒有斜率 因為他除了S座標Y座標以外 他還有一個高度的概念叫做Z座標 所以同學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兩直線如果平行的話 我們之前談說什麼斜率一定會一樣對不對 那個是指在平面上 是指在平面上 剛才那個玉文講得不錯 我們這邊可以這樣寫 所謂的平行線就是在平面上 注意是在同一個平面上 互相交的兩條線 沒有焦點 白花一頂就是這樣 沒有焦點 直線 這兩直線 然後我們一般來講 數學上記為 我們用這個符號來表示 L1怎麼樣 平行L2 有看過這個符號嗎 可以 在平面上沒有焦點的兩直線 稱為叫做平行線 其實可以稍微問一下你們國中學部的東西 請問你在平面上的兩條直線關係有幾種 有三種 有三種 是哪三種你知道嗎 來第一種是這樣喔 你等一下告訴我它們叫什麼情況 然後第二種是這樣 然後第三種是怎麼樣 這兩條線根本就怎麼樣 就是這兩條線根本就是同一條 你知道的意思嗎 來你可不可以告訴我這三種情況的名字叫什麼 這叫兩條線怎麼樣 焦魚一點 不能講香蕉 要講焦魚點 知道嗎 這叫焦魚點 那請問你這種叫什麼線 平行線 所以這個叫平行 那如果這兩條線根本就是同一條 靈在一起 這個叫什麼 講重疊 可以 但是我們更常講的叫重什麼 叫重合 這兩條線根本就是同一條 根本就是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兩條線就是靠在一起 靈在一起 就同一條線 知道嗎 國中有教過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對平行線有點概念喔 這一堂課要講另外一個重要的東西 來 另外一個公式要出來了 什麼公式呢 兩平行線的距離公式 來 你把它寫上去 我們這一堂課要介紹這個東西 兩平行線的距離公式 OK 右底寫上去喔 那這邊的話 同學我畫兩平行線給你看 來這一條 給它一個名字叫L1 方程式叫做 AX加上B倍的Y 再加上C1等於0 然後另外一條跟它平行 所以有相同的斜率嘛 在黑板上 來 L2 這一條叫做 AX加上B倍的Y 再加上C2等於0 好不好 要不要操作可以 因為其實課本上太有寫 我先問一個問題喔 剛才請問你 L1這條直線它的斜率是多少 你們到底會不會看斜率 我現在真的很懷疑 你們對斜率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清楚 這個斜率是負的多少 B分之A啊 對不對 是不是叫負的B分之A 有些人是用B的沒有關係 對不對 有些人是怎麼樣 就是反正把BY搬過去嘛 把那個負B把它除下來 看S前面的係數對不對 所以下面這個斜率也是多少 負的B分之A 有相同的傾斜程度 所以這兩條線是平行線的 問一個問題 請問你C1跟C2能不能一樣 我問這個問題就好 在這個題目的設定裡面 C1跟C2這兩個數字 這兩個常數能不能一樣 不行 為什麼 這兩個如果連常數都一樣的話 這兩個核線是什麼關係 是重合 是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 你怎麼去看它們兩直線的距離 對不對 你聽懂嗎 定義線的距離怎麼看 我現在要問同學一件事喔 你覺得兩平行線的距離要怎麼定義 要怎麼規定兩平行線的距離 你不能說老師 這裡我找一個點 這裡找一個點把它連起來 這個叫距離 那萬一你找的點 跟我找的點不一樣 那我們算的距離不一樣 那大家講話就沒有共識 對不對 你猜兩平行線的距離是怎麼定義的 沒錯 找它們公垂線段的長度 這裡有一個線段 同時跟L1還有L2垂直 這個線段我們稱為叫什麼線段 垂直線段或者稱為叫公垂線段 請你在客管把這個線段的名字寫上去 數學上 物理上 科學上我們規定 這樣好不好 就是 所謂的兩平行線的距離 指的就是公垂線段的什麼東西呢 長度 這是一種約定喔 這是一種約定 大家講好了 可以嗎 這是一種約定 那你當然會說 老師 那怎麼算 怎麼算 很簡單啊 同學我問你 我在L1上面啊 如果隨便找一點P L1上面那麼多點 我隨便找一個P 叫αβ 對吧 請問你喔 你是不是只要算P點到L2的距離就可以 對啊 對吧 這個距離是不是就是P點到L2的距離 所以事實上喔 這個東西講起來很簡單 兩平行線的距離 L1到L2 就會等於什麼的距離呢 你在L1上找一點P 然後去到L2上的距離 這樣聽懂嗎 就是這種感覺 這樣可以嗎 你在L1反正那麼多點 你隨便找一個點嘛 然後用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是不是就算出來了 好 那現在我們來算這個東西喔 來我寫給你看喔 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同學這邊有一個新的公式 這個也要記一下 因為是課本的東西 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來我們背一次 點帶入方程式取什麼值 絕對值非常好 我跟你講這樣就對了 取絕對值 來那我們現在把它帶進去 點是哪一個點 是αβ 這一個點 帶入方程式 請問你是帶入哪一個方程式 是帶入L1還是帶入L2 L2 點帶入方程式取絕對值 所以你會得到 α加上b倍的β 再加上誰 再加上c2 注意喔 不要帶錯 然後同學我再問你一件事情喔 這個p點是不是在L1上 所以這個p點帶入L1一定會 成立嗎 我們現在把它帶進去 你會得到A倍的α 再加上b倍的β 來它會等於什麼東西呢 等於負的c1 我現在把c1搬過來變成這樣 你仔細看喔 這個東西 我在推這個東西 這裡有一點點難 但是也還好 隔壁班上功課喔 來 Aα加bβ 來你看這裡 Aα加上b倍的β 我們現在禮貌換太子 請問基本藍色的框框它是誰 負c1 這個交貨啊 這個交貨就是誰 就是負的c1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把它換掉 我看到哪裡 Aα加bβ 就是負的c1 換掉 換成它 對 為什麼它是負c1 對不對 來你看這邊 這個點是不是在這條直線上 對 點帶進去一定會成立 所以你把aks換成α 這邊是不是有Aα 然後把y換成β 加上bβ 加c1等於0 然後我們把這個c1怎麼樣 翻過來 所以是不是等於負的c1 聽懂嗎 這每個步驟都把它搞懂 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公式喔 最後它就會變成一個很可愛的樣子 這個樣子是什麼呢 來 上面是絕對值 絕對值裡面是什麼 c1跟c2相減 c2減c1 你要寫c1-c2也可以 其實根本就沒有差 因為我有加絕對值 你聽懂嗎 然後除以什麼東西 開根號 係數平方合 開根號 A平方 加V平方 哇 現在高二的也在學這個 如果你聽懂 那你程度應該跟高二的差不多 高二的也在學這個東西 來 兩平行線的距離 好不好 課本的公式喔 現在請你翻到102頁 來翻過來 翻到102 幾百公里一樣 我們這堂課快結束了喔 不過在結束之前 要帶同學做一兩個題目 首先102頁 你寫一個key 我教你把這個解題的流程 把它固定下來 我發現我們的同學 就是很喜歡亂代公司 你知道什麼叫亂代公司嗎 就是看到一堆數據 然後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就帶進去 然後算出一個答題 也不知道自己說在哪裡 兩平行線的距離 來 它的步驟有三個 Step 1 第一個步驟 然後Step 2 第二個步驟 然後Step 3 講現實一點 當然考試會考 但是同學 我幫你把流程把它定下來 第一個步驟就是 你的直線要先化成什麼事 你猜 都可以拿到大廚 有筆